捷克眾議院議長艾達莫娃 去年才率團來臺參訪 成為捷克歷年來規模最大的訪台代表團 這個月十號捷克參議院首席副議長 德拉霍斯有率團訪台 接下來更與臺灣有一項重大交流 捷克當局宣布六月十四號 將在臺灣設立捷克台北中心地點 住在大安區的普城街 目的就是要促進雙方的文化和外交關係 同時也將在松山文創園區 舉辦捷克攝影展 要讓更多臺灣人認識捷克傳統文化 但根據法新社報導 捷克是歐盟和北大四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 捷克官員卻還是與臺灣建立密切關係 報導內容也提及 捷克此舉有可能引起中國政府的不滿 可能他們有權衡過就是這樣的利弊 目前捷克外交部在全球二十五個國家 共設立二十八個捷克中心 台北將成為第二十九個海外據點 強調捷克人希望在台北被看到和聽到 也讓台傑友好關係再升級 華視新聞世界張宛軒台北報導